习近平勾兑完准备出访沙特 中共不灭 清零隔离还会继续 郭文贵先生11月24日爆料 经过中共的一番勾兑安排和准备后 习近平计划在12月初出访沙特 继续他的石油人民币交易 国内很多人认为 一旦实施石油人民币 中国人就不用隔离清零了 就有饭吃了 事实是只要有共产党在 中国人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另外最近郑州警察 武警暴力殴打郑州富士康同胞 惨状无法形容 更有的人以同胞有病为名 拿麻袋套住人 直接就把人架走 那人也再没回来 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 跟共产党勾结 是共产党的走口 郑州富士康死那么多人 郭台铭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新中国联邦 未来一定会在国际上 追究郭台铭的责任 也一定会为郑州富士康 所有被冤枉的 被当垃圾 被扔出去的鲜活生命 呐喊和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